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月1日元旦日 首先在这里恭祝各位观众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我想还有一件事会祝愿香港快点恢复过来 在新年里能够像以前的东方蜘蛛般光芒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叫送旧迎新的心理 除直 除即不爱 迎新的心理 很多时候在我们中国人或西方人的历史都是一样 每到一个年开始都会把去年觉得自己不好的东西 踢走它 不要 除够 迎新 迎新有特别的意义 在最新的脑科研究发觉 我们越接多新的东西 无论什么年纪 脑细胞就会弱 没有那么容易退化 几多年纪都好 试试新东西 因为每天都会做不同的东西 就很单调 用那些都是那些细胞 很多新的细胞 我们的脑其实有很大的潜质 有很多地方的开发 所以我们试试新东西 去其他地方玩一下 认识新的朋友 去玩新的活动 运动也好 也好 也好 当然了 迎新得来就想一下旧东西 除旧 是不是什么旧都要除掉呢 也不同 很多不好的东西 我当然想不要 但是很多传统 优良的东西 我们要留下 所以除旧迎新有没有记住 留下好东西 迎接多些新的好东西 这样才可以的 但是香港现在怎么说呢 始终也要说香港的了 昨天大随正有一张报纸做了一个访问 发觉原来七成的香港人是不开心的 也有很多人想怀疑 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这大半年 六月到现在半年有多 社会动员 很多我们真的没见过的 这场面 无论电视也好 或者真人接触也好 都是令人很震惊的 早前也说过了 我们食卫局的局长 陈兆芝教授也说了 我们那条24小时的精神科的操作热线 多了10%的操作 这会反映到 我想这个报纸的访问也没有错 一定是多了人很不开心的 但不开心呢 其实呢 未必是病的 不过这个就是所谓的精神的健康 即是未病 但可能要上班 可能不开心 再加多些压力呢 可能会变成情绪病了 抑郁 焦虑等等 所以大家要小心了 在新年一年里面呢 当然很多期望 但我们面对的困难呢 老实说 实际说真的不少 香港很多层次的盲困 社会的撕裂 群体与群体 个人与个人 家庭啊 都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东西 我想在这里呢 在新年开始呢 最重要呢 我都是说一些 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东西 怎样可以开心一点 第一 什么时候都是 运动 运动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说了 一个星期起码三次 每次半个小时 或者以上的大量的运动 就是要跑一下动一下 乱吓一下 寒出一下 甚至要加速那些才是 第二 就是社交活动 就是多点和朋友 聊聊天啊 舒发 情绪那些东西 当然啦 不要说都要说了 这个要对嘴型 如果不对嘴型 吵架就不太好 多点晒到太阳也是 太阳也不用钱的 晒到太阳 对身体会开心一点 不要吃一些 所谓的那些 我们叫做垃圾食物 英文叫做真food 那些容易 卡路里糕 肥的那些 不要吃烟 不要喝酒 不要冷藥 不要沉迷一些 例如最新的 打机成印症那些 不要经常打机 这样呢 又会对我们的精神健康 很有帮助 老实说 有心情 好 有精神健康 才可以处理 未来很多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 情绪低落 或者焦虑得很重要的话 对很普通的事 都解决不好 不要说复杂的东西 所以呢 有些俗语说 淡定 又有钱值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香港人希望 新的一年 在2020 几乎头 这个名字 2020 很容易搞点解 希望 我们可以 做出新的一年 香港可以 返回以前的 光辉的日子 今天说到这里 再祝大家一次 新年快乐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全麦津的 李沛奇博士 2020年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新的展望 大家有什么大计呢 大家早晨 首先祝愿大家 新年快乐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 一个很简单的 自我吹脸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少少一个 巧妙 是帮大家 可以叫做 心上事成的 睡觉之前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 说以下 这句说话 听着 就是 不会一样 我在各方面 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这句说话 连讲十次 最少讲十次 会告诉你 辞之而行 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先想影响行为 行为就会帮助你 真的可以做到 心上事成 达到你的 心连愿望 其实这个练习 每一天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到 而我习惯就是 每一天起床 还没下床的时候 我就会做的了 首先你要合上双眼 作出几下深呼吸 当你呼气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放松 接着再配合 数数字 在这样呼吸 那怎么做呢 就是当你呼气的时候 你就数一 下一次呼气的时候 你就数二 如此类推 由一 数到十 当你数到十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一个很舒适的 催眠状态 最后 你就在心里面 重复说一句 正面的催眠暗示说话 例如 我就会和自己说 每一日 在各方面 我会越来越好 每一日 在各方面 我会越来越好 然后你就不说大双眼 就可以完成这个 简单的自学催眠 联集 那今天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么多 来今年我会再和大家 介绍多些 心理上的技巧 希望大家身心健康 生活更加美满 Happy New Year 下次见 拜拜